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进入神更强烈的同在 更强烈的同在 摩西将红海分开 在西里山下来面发光 这是神强烈的同在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神的同在 但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 在约翰福音15章1到6节 有说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有些人与他很密切关系 有些人不是与神有密切关系 这经文说到 属我不结果子的知子他就剪去 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 使知子结果子更多 有些人与他没有关系 属我原来在我里面 有些人说信耶稣但没有果子 因为神同在就有果子 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耶稣在哪里就有果子 你看到他生命的果子 不是假扮出来的 你要看他很自然地 开心 喜乐 平安 关心 怜悯人 帮助人 柔和 这些是圣灵会产生的果子 但有些人说耶稣很久也好 很容易吵架 很容易发皮 没有什么怜悯的心 他被耶稣改变得很少 很少的时候你看到果子就看到了 果子就显出他什么生命 没有在耶稣里面熟他 但不结果子的知子 最终完全没有果子 我们得救是本乎因直着信 不是靠行为 但得救一定有果子 如果一个人说得救 但他又说得救 然后他又骂人 又伤害人 又偷钱 又犯奸淫 全部都说得没问题 他的生命是有问题 他就剪去 他不是靠行为得救 不过是信耶稣得救 但他信耶稣 他没有真的被耶稣入他的心 因为信是包括接待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得人 接待耶稣才是真信耶稣的 他说信 但他没有接待的时候 他其实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关系是有程度的 所以我们今次说到更加强烈的程度 首先圣经是有说到神更强烈的同在 有些人就不知道 他以为我信耶稣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其实是不同的 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有分别的 圣经里面这些经文 都说到我们可以经历到神 是可以经历到神的 我们一起读诗三十四篇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这里说你尝尝 有没有尝过水果的味道 尝过 尝过食物的味道 但有些人说 神也可以尝尝尝尝 神可以尝尝 你投入赞美神 感激神 欢喜神 你会发觉里面有 喜乐平安 这就是尝尝主恩的滋味 跟耶稣有亲密关系的人 他会很明显告诉你 是可以经历到神的 有些人以为信耶稣 有些人拜偶像 你问他有没有分别 拜完和不拜 是没有分别的 有没有很平安 喜乐 没有 一样做人 但我们跟耶稣有生命关系 因为他是活着的神 你会发觉里面有平稳安静 有力量 有激励 这就是尝尝主恩的滋味 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人 原来跟神关系有程度 有些人尝尝更多 有些人尝得很少 我很感谢神 我一旗亲吐 我只想耶稣 那些喜乐就涌出 和能力立即流过 是可以的 是可以进入这种 和神密切的关系 跟着说到耶稣把平安给我们 你们有没有平安 有 有没有怒曹 有 都有 问题就是 你的平安有多 还是怒曹多 有些基督徒回家 嘔嘔嘔 嘔嘔嘔 他就好像怒曹多 但是如果他平稳安静 就算子女不听话 就算夫妻有些不协调 他不会大发脾气 如果他里面没有耶稣的同在 他就大发脾气 越发脾气的关系越好 是越差 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 很多人以为发脾气 会立即听话 是会快手一点 他就立即去收拾 但局关系不好 所以我们有平安 和劳苦担重担 可以得到安息 大家有没有重担 有没有压力 很多人都有压力 但耶稣说你可以得到安息 有些人说如何安息 那么多问题 家人又不听话 其实世界总会有问题 是否要等到世界没有问题 才可以安息 如果这样就永远没有安息 就算人有问题 就算你最亲的人有问题 是否我们需要背着他的问题 我想问你 如果你的配偶经常都不好 就是骂人 发脾气 不开心 或者你周围有日亲人 他有问题 我想问你 那么多年有没有改变 很多人喜欢骂人 发脾气 不开心 容易改变 不容易改变 你要等到他改变你才平安 是否很久 所以我们就说 他有他的问题 我不用拿屎上身 他骂人 我需要跟着他骂 有些人说 他骂我 我不骂他很不值 他骂我 很吃虧 其实我们越骂越不值 为什么 你会失去神的喜悦和祝福 更惨 所以我们就说 神帮我多些亲人耶稣 将重担交给耶稣 因为耶稣说 我的骂是容易 我的骂是轻省 这个骂是我们的骂 还是谁的骂 是耶稣的骂 你需要背着耶稣的骂 耶稣说 我帮你担担子 我们和他一起担 不是代他担 耶稣会担主要的重量 只要我们做了应份 神就会给我们力量 罗马书五章五节很厉害 圣灵把神的爱 宵灌在我们心里 好像很强劲 但其实是可以经历到的 你越经历 你越亲近神 用多些时间感谢神 爱慕神 享受神 见到什么好东西 多谢耶稣 创造了那么好吃的食物 多谢耶稣 创造我们的身体这么奇妙 我们经常感谢耶稣 想到耶稣 你为我们钉十字架 有很大的爱 我多次不听说 你依然爱我 真是好 当我们时时感谢神 爱神 你就会越来越多 经历神的爱 当我想耶稣的爱 有时我会很感动 可以即时很快 神的爱来到 这是可以建立的 希望大家有这个心去建立 二塞书内一章一到三 说到神的同在 会医好伤心的人 你里面还有没有伤心 有没有忧伤 有没有痛苦 没有洗干净 里面觉得自己很惨 很委屈 没有洗干净 我们和耶稣一起 他会洗干净 医好我们 并且有喜乐游 时时有喜乐涌流出来 越亲近神 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诗篇二十三篇说到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邮谷 很多人说 行过死任的邮谷 很害怕 死了 很惨 但这里 大卫是这样说的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象 你的光都安慰我 因为你同一齐 神的同在 是我们可以保持的 如何保持呢 我告诉你 我是由早到晚都感谢神的 我由早到晚都在亲近神 我们尝试一下 整天都在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整天都由早到晚都感谢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神的同在 神的平安 就会更强烈在你身上 你就会发觉 无论什么困难也好 神都会带领你 都会帮助你 我们看到摩西 他真的很羡慕神 神叫他上去西乃山 神将十戒 和很多戒名赐给他 圣殿的样式也赐给他 因为是回幕 不是圣殿 是回幕 但摩西不满意 他说我想要多些 甚至他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他都很渴慕 很想得到 我希望大家都会渴慕 神呀我想你把你的爱 敲满在我心里 你天天都喝求 神呀我想你的爱 充满我的心 神的爱真的可以越来越多 临到你身上 神的答案很特别 他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 神的荣耀就是充满恩慈恩典的 圣经说到我们将来复活 《高龙多前书》十五章 他说将来复活是什么身体 他说地上有地上的形体 天上有天上的形体 地上的形体有地上的荣光 天上的荣光 天上的荣光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有没有犹豫这个经文 这经文很特别 即是我们复活的时候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星和星的荣光又不一样 将来我们复活就是这样 即是有些人复活是日的荣光 有些人复活是月的荣光 有些人復活是星的榮光 有些是光的星的榮光 有些是暗淡的星的榮光 这个人越是亲近神 越是遵从神 侍奉神 他就越显出将来在永恒是有分别的 在《黄罗伟多》前书15章 你回去看是有分别的 所以这个经文也解释 这个榮光有些人说 你是大光灯 我也是小光灯 我也是螢火虫 但这要解释给我们听 神的荣耀不仅是光的 是里面充满恩慈 所以越是爱神的人 亲近神 遵从神的人 将来你满有神的荣耀 是有神的恩慈的 他的爱跟你在一起 所以满有荣光的人 每一秒钟在天堂 神的爱围着很强烈 神的爱很大 每一个去到天堂都有神的爱 不过是有程度的 有些永远都是享受这种极强的荣耀和爱 有些人是有的 不过是没有那么强的 去到天堂不能变 因为我们作供的果效在今世 除了我们 就是我们今世作供的果效 我们今世如何亲近神 尊重神 荣耀神 全人福音 帮助人的灵命 为人祷告 多去祷告 你就会有永远的荣耀 更强烈的荣耀在你身上 你想不想 是永远神纪念 所以这是很得福 是永远的福气 也在天上可能和神的亲密有不同程度 如果你留意 在启舍里有说到三群人 一群就是很多人 从不同的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第二群人就是以色列 十二支派 第三群人是有十四万四千人 高阳去到哪里 去哪里 这些人都是同身 同身不是代表一定没有结婚的 而是他完全是听了神的话 爱神 这些人是和耶稣在天堂上的关系更加密切 大家回去看启舍里 你会看到有这群人是同身的 口里插不出谎言 生命很毁身很结淨 所以摩西当时就经历到神这麽大的荣耀 我们都可以越来越亲近神 就越经历到 其实在听的过程 你这方面留意我的内容 也留意我的身体语言 你们出来也会分享 我也鼓励大家 身体语言是由脚开始的 由脚开始是整个身移动的 不只是手移动的 比如说赞美神 赞美神 多谢耶稣 很不同 有表情的 声音有改变的 这也是我们可以分享的时候 是可以不同的 然后摩西下山的时候 哇 面皮发光 虽然他的荣光是慢慢退去的 而且圣经有记载 因为尸体犯临死的时候 他们见到他的面貌像天使 所以我们越是有神的同在 我们整个生命都会有不同 在撒美义记上十章到五节到九节 是讲到有一班先知门徒 在撒美义记上十九章二十节 就讲到这班人是由撒母耳监管他们的 所以这班人就是撒母耳的先知门徒 撒母耳跟神有很密切关系 他就训练一班先知 跟他在一起 他们经常在奏音 这个奏音应该是敬拜神 在这里激鼓 鼓失激鼓 推笛 弹琴 然后受感说话 受圣灵的感动一路说话 在神的同在 一路亲近神 然后当撒美耳就吩咐 在那班人那里 一去到他即时就受感说话 变为新人 在这里讲到 他说你要趁事而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神同在 是一个更加强烈的同在 我告诉大家 你有神强烈的同在 你一生是很不同的 你做很多事的果效只是暂时的 譬如你煮的食物 好吃吗 你煮的食物也是好吃的 改变你有多少 吃的时候很开心很舒服 如果你煮得好 营养好 但是果效是有限的 你和人的关系好 果效会更强 你和人的关系好 关心人 人和你关系好 就会多享受 但这些一切都不及于 与神的关系更加好 所以今天鼓励大家 追求这种神强烈的同在 时事停留在神的同在 我有一次听圣经 因为我家里很多时候 我会听圣经 我播圣经 在马太25章 又说到五千二千一千两 一千两的仆子的仆人 那五千两的 赚了五千两回来 主人称赞他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圣经是说什么呢 是否你在很多事上有忠心呢 有没有留意 其实我听过这个经文很多次 有没有留意到 你在很多事上有忠心 我就忽然想 五千个都是不多 那为什么五千个都是不多呢 我就去思考这件事 为什么会不多呢 因为人总会在全日的时间 有很多忙碌 就会忘记神 很多时间都和神没有相连 那我就想到 如果我们常常都 时时赞美神 感谢神 活在神的爱中 和被神的爱激励 去遵从神 去侍奉神的时候 就算是做主饭也好 一路感激神 一路爱神 享受神的时候 生命会改变更大 和做出来的有不同 会有不同 会有迫切感 大家听我说圣经 你会发现我有迫切感 因为我很喜欢神的 我很感激神 我很欢喜神 你听我说圣经 你会感受到我里面那种火热 因为我里面很被神的爱激励 这是时时有神强烈的同在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但有很多人 和神的关系只是星期日 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而且参加聚会时 常常遇到 云游太空 看下东 看下西 听下讲道 应该要想吃什么饭 又想这个人 又想这个人 看下这个人穿什么衣 今天他穿什么衣 总是很多东西分心 没有一个尊重的心 敬拜的时候 你又费旗 费旗 又跳舞 拍掌 是好的 不过有些人就注目在费旗 神不是看你费旗 肥的挺漂亮 是你的心有没有爱神 不是那个动作 拍掌拍得挺大力 是你真的感谢神 欢喜神 这个才是神最体重 所以在那个经文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 不多的时常有忠心 我求主帮我 天天长时间 整天感谢神 爱慕神 可能到天堂 神也是说 你再不多的时常有忠心 不过他可能说 你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只是想更多 更多的时常有忠心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这里看到 你要趁事而做 第七节 第一就是第六节 要变为新人 原来在神的同在 人会改变 变为新人 然后呢 你要趁事做 因为神要你同在 当苏罗一离开撒母耳 神就给了一个身心 即是跟他聊天 即是立即变为一个新人 这就是撒母耳的 神的同在的强烈 可以感动人 如果你在留意 我在带领的时候 讲信息 或者带领敬拜 你可能会感受到 神的激励 这就是神的强烈 这个同在 你要投入就越强烈 我希望大家渴慕 长时间 还有以乐与神同行三百年 神就不叫他死 他就将他接了 即是神欣赏他 我希望我们都会这样 神未必会再接我们 除非到耶稣回来那一阵 但是呢 神是时时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最好的 最重要是如何进入 第一明白是有不同程度 不过如何进入就是一个重点 重要性 第一当然一定是亲近神 诗篇受到编第八节 说到我将耶稣常摆在我面前 即是时时亲近神 因他在我右边我面不致摇动 我就不会避野摇动 因此我的心便宽起 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让神的同在是会祝福的 他人会开心的 愈亲近神愈开心 而且也有一样 神给我们一个秘诀 圣经说到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我们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即是我们亲近神 神就立即回应 即是神就欢喜 神就叫我们结果子 即是我们做任何事对 神就欢喜了 例如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你为耶稣做任何小事 神都欢喜 所以神是容易讨好 讨好人是难的 例如学生考试不合格 父母说他考试不合格 下一次真的合格了 可能父母说 你不要以为聪明 你紧紧合格 你不要以为自己聪明 他考得很高分 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 以后你又跌分也未定 一百分 人总是看不好的地方 但神就不是 那我给一杯凉水是否完美 不是 但神就欣赏他做对的地方 有做得不对 我们求主赦免 总之做得对 神就欢喜 譬如圣经说到 有些人物也未改变 神就立即欣赏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为他 欢喜 那罪人悔改 悔改是否全部改变 都未那么快改变 神都欢喜 神不会说 他还有很多未改 他只改一样 他只是悔改 神不会这样 神不会说 你悔改 我就会欢喜 原来土神起于不难 做任何对 神就会欢喜 不代表我只用一杯凉水 就算了 我会继续去做 但我知道做每一件小事 神都会欢喜 我做得不对 就求主赦免 尽量做神吩咐 神就很欢喜 你天天可以告诉自己 我真恨神 神就会欢喜 我去传福音 神就会欢喜 我帮人 神就会欢喜 我赞美 神就会欢喜 我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神就会欢喜 我便可以开心 这是一个喜乐的秘诀 因为很多人 经常活在律法 因为从小到大 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不乖 没有人疼你 你要乖 你要做好 你不做好不行 你经常都不执衫 你不洗碗 洗碗又不干净 你真是没用 会慢慢地不喜欢他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 是律法为本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得够好 但圣经 神就说 你做一样好 神就欢喜 不代表我们不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但任何地方做得好 神都会欢喜 所以我们一听话 神就欢喜 我们便可以开心 这是恩典推动我们 遵从神 很多人是律法推动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但恩典推动 我一听话 神就欢喜 神就欣赏 神就赏赐 你便可以天天地说 我亲近神 神就欢喜 哈利路日 多谢耶稣 你便天天都可以开心 你愈开心 你的心愈开放 愈欣赏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心你所求的赐给你 原来你愈有神的同在 你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这说到神的同在 是可以开心 但我也想到 神欢喜 我更加可以开心 大卫说到他真的很渴求神 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稣 我仍要寻求 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 占养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闻 这就是大卫 我最想最想 其实他有皇宫 他日日都在皇宫享受 但他说我最想在神的殿 另外有处经文说到 人对我说我要去耶稣殿 我就欢喜 你想想大卫 大卫坐在那里 他说我们去圣殿 很开心 你想想王很开心 他真的很喜欢神 他说到他占养他的荣美 因为他经历过神的荣耀 他去圣殿看到神的荣耀 他也经历到耶稣钉十字架 诗篇二十二篇 他经历到他们扎我的手和我的脚 我外衣 他说我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女衣 为我女衣 他经历到耶稣钉十字架 因为他亲近神很多 所以他很知道在神里面是很好的 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爱 而我们很重要的是心灵诚实敬拜 我们的灵与魂 魂包括什么 寫了三样一起读 思想 意志 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 很多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家庭快乐 这些家庭快乐当然好 但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家庭快乐 他没有把重要性放在最重要的一样 如果你的重要性放在神里面 神是最好的 一切都在他手中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里面 他会祝福 你的思想教对 是跟从圣经 相信神是最好的 圣经是最好的 你的思想 你亲近神就会更加容易 有些人的思想是固执的思想 就是太理性 但这种思想完全被神塑造 以至于我全心全意 整个生命给耶稣 我告诉你 有些人问我 你退休了吗 你猜我多少岁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未知 我七十二岁 但我不想退休 有人问我退休 我临死的时候 我临死的时候 我还说话 我都会祝福人 因为我觉得是奉神是最好的 是开心的 有些传道人有星期日懼怕症 又要讲道 今天说得如何 他在他心里没有涌流出那种生命 当我们月亲的神 是在他心里涌流出的 所以我不想停止 我宽理说信息 我宽理说的 不是夸耀 我是夸耀神 我说的信息是什么 神属性讲道法 经常都说神的属性和恩典 经常都说 你经常听到我说神挺好的 我决意跟从神 直到我临死之前 一秒钟我都侍奉神 去到天堂 永远去赞美神 去爱神 有感情 很多人觉得 亲近神有感情 圣经说神有感情 求人应能忘记他 吃乱英雅 不离习他的生仪 就算忘记我 也不会忘记你 西班书、三章十七节 偈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会欢呼 神会欢呼 神见到我们亲的祂 M audibyam 他 来亲我 会欢呼 所以神有感情 神有感情 但是人呢 你發覺小朋友很有感情 你跟他玩 哈哈哈哈 你給東西吃 他很開心 因為小朋友 思想裡沒有很多罪去控制 很多世俗的介意 因為人大了很多介意 介意別人說你大笑姑婆 介意別人說你哭包 所以不敢哭 又派人說你大笑姑婆 所以不敢笑 慢慢你發覺有些不同年齡 你發覺通常傾向長者 開始有些長者有些一個個 沒什麼表情 沒什麼開心 沒什麼表達 其實很多人十幾歲都會開心 十幾歲的人都會看到一起逛街很開心笑 二十幾歲開始少 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那種平安喜樂輕散 其實我們學習小朋友一樣 來到神面前 神這麼好 我真的多謝神 神這麼多禮物 我很多謝神 經常都歡喜神 這麼好吃的東西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跟我一起 多謝耶穌 時時多謝耶穌 神的同志就會祝福你 神的同志就會祝福你 然後整個靈 靈很難形容 就是煩在我裏面 包括靈與魂 所以你在家裡讚美神 或是你自己讚美神 我示範給你看看 你好自然的手表達 多謝耶穌 好像心靈發出 多謝天父 感謝你 我歡喜你 我全心歡喜你 我整個人歡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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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大家都是這樣 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做慣了 一多謝神 一多謝神 一想神 神的喜樂就湧流在我裏面 你看到我笑出來 是流出來的 多謝耶穌 那些喜樂就湧流出來 而且整個人感受到能力 這是可以經歷到的 大衛渴慕神 他用那些字眼 你看看紅色那些字 徹徹地尋求你 在乾旱皮佛無水之地 他可能被蘇羅追殺的時候 在這個抗野的地方 他就會渴慕神 他會徹務神 因為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 他就重贊神 清贊神 奉你的名舉手 紀念神 在夜間的時候思念他 他的心就像飽足了 骨髓肥油 這裏說到他形容他經歷 當他徹務神的時候 思想神 裡面就越來越飽足了 我希望大家都整天數算神的恩怨 我整天數算神的創造 神的美好食物 人的身體 也數算聖靈如何帶領我們 就算我們不聽話 神也繼續感動我們 一直提升我們 所以我現在不想犯任何一次罪 我不是說我完美 人會有罪意念 但我馬上會立即處理 就叫罪意念即時離開 隨時隨地都很感激神 經常在一種很平安的狀況之下 好像神的平安包圍著我 保羅西拉唱師讚美神被人抓去坐牢 但神就回應了 地大震動 監牢地基的震動 門都開了 鎖鏈都鬆了 在初期教會他們討告的時候 地大震動 最會的地方震動 就被聖年充滿了 放膽講論神的道 原來神的同在是有強烈的同在 當他看眾神 將神放在手上 神重要 因為你的孫重要 很多長者會覺得 孫最重要 最可愛 最有趣 孫這麼有趣 因為神很有趣 因為神很可愛 所以神做的小朋友都是很有趣的 整個人都合神心意 做甚麼都合神心意 第一 神在耶穌裏面多結果子 經常信靠神的美善 神是很美善的 很多人會這樣說 哎呀 神都不理我 我好苦 經常覺得神好 覺得神不將好東西給別人 其實我們數下好的東西 其實每個人都有 大家有沒有覺得神好的地方 有沒有 有的 你覺得舉手下 你多數些好東西 你整天感謝神 數算神的美善 神一定祝福愛祂的人 聖經答應祝福是沒有說 你相信耶穌甚麼都不改變 神愛你 聖經說 神為愛祂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而且先求神的國和義 所以聖經說到你愛神 遵從神 遵從神的人有福 聖經說到你聽神話的人有福 不是說你信了甚麼行為都沒有 就得福 而且你發覺審判的經文 馬太二五章 五千 二千 一千兩銀子 是按照他的行為受審判的 不是你到審判的時候 有沒有信耶穌 有 有 而是你的行為證明你的信心 馬太二五章 五千 二千 一千 就是看你的財幹恩賜有沒有使用 然後綿羊山人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便進入永營裏面 所以聖經說到 就是審判的經文 都是按他們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聖經有不同的地方 在基督台前要顯露出來 我們所有所行的一切 並且有火事業 事業個人的工程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就信靠神的美善 神一定祝福愛祂的人 第三 自潔 有甚麼罪 容易發脾氣 容易發猛症 容易得罪人 說話很崛淚除 我們就自潔 求神幫助我們處理生命 讓我們成為貴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亦都處理傷害 因為傷害會令人受傷害永遠不開心 處理傷害 被罵過 不要緊的 那些人罵你說話在空中停留多久 是否一輩子跟著你 不是的 半秒鐘已經沒有了 你不用捉緊他 但很多人就捉緊 哎呀 他說我蠢 他說我沒用 哎呀 他經常都說我 越捉緊就越受苦 所以其實人說話不重要 說些不好說話不需要放在心上 還有第五 饒恕人 不要計較人的惡 以善性惡他對我不好也好 以善性惡我就得性了 我就將家庭改變為更美好 你越善待你家人 就越改善 有時我做很多婚姻輔導 多數是太太尋求助比較多 因為女性求助比較多 她說我老公又不理我 又不幫我 我又問她 她覺得問題全都在她丈夫身上 她丈夫的確有問題 我說她不好時你怎樣反應 你會怎樣跟她說話 我也有懵惰 你的懵惰是否重要 她知道原來她也有問題 所以我們越是處理我們的懵惰 柔和謙卑 就算她不騙不好 喝杯茶 和你按摩一下 做些好事 她也有一天不好意思 你這麼好 甚麼都照顧她 善待她 她都會對你更加好 有時有些人不改變 但通常人都會改變 放下自我的執著 我們的要求 由毀身憐憫人 祝福人 憐憫人 祝福人就是侍奉的 不一定做傳道人 個個都可以侍奉 當你做這些一切的時候 我們生命改變 神喜悅 不只是讚美神 不只是愛神 是在行動上 處理整個生命 毀身給神用 神就歡喜你 神的同在就留在你身上 但只是侍奉 沒有神的關係 也是沒用的 有些人只是侍奉 做到乾了 我們一定要有神的同在 才能夠改變 而以耶穌為樂 就是想到神這麼好 我們便歡喜神 愈歡喜神 神便將你心裡所求的次 其實神給我們很多好東西 我們有沒有試過犯罪 不聽神話也有很多次 神有沒有打你罵你 神是感動我們 所以我們說神你真好 我不聽話你也感動我 以耶穌為樂 神就叫他誠價地的高處 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我很感謝神 神為我擴闊領域 因為我這個神屬性講道法 有人看了之後 他說我要將你這個講道法 傳給很多教會 他會邀請我去不同的地方去講 如果你的教會想聽 我也可以來 有個耶穌師 你可以拿我的電話 94088617 你終於可以進去 你說我不是為了講完費 我義務去都可以的 我義務去講道可以的 義務去幫助人靈命更新都可以的 我心只是想祝福 有人看了我這個講道法 經常都說神的名字好 他就很想 他就告訴一些領袖 他們都說好 他就給我廣傳 即是說原來 我們生命被神提升 神是為你開路的 我感謝神為我開路 在宣教上 神是祝福我的 這裡說到 你聽神的話 傳人福音 神與我們同在 我直到世界末了 會對你一點 神強 有神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